10.10.11.12.10 10.11.12.12 10.13.12.14.19 詩文斌培育電競人才 徐薇廷兒走電競路 金曲歌王詩文斌 現在也是演藝圈的電玩教父 談到台灣小孩要能走好電競路 他很感慨路還很長 整個社會把...還是把他們當成電源人來看待 對 別再嚇到這個時代去搖游 用大脑 懂得缺义配合技巧 才叫做王道 2001年曾正成 WCG第一屆的CD国冠军 一直到2012年的S2 拿过世界冠军好几个 这12年我一直在观察 我发现到最后还是政治人物 得奖了以后摸摸头 完了之后就不了了之啊 我们的家长还是拿的藤条 在伺候的状况之下 等于是毫无资源的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的小孩都有办法 拉到世界冠军斗志 为什么我们台湾小孩子这么厉害 打篮球要升高 打棒球又要速度又要有臂力 那电竞比较不需要提醒 再加上台湾的年轻人够聪明 所以这样子一路这样子看下来 你就发现说其实 台湾是非常适合发展这一块 争取电竞在台湾正名 修法纳入运动产业 施文斌仍然矚梦踏实 我当初成立协会的时候 所有人认为我疯了 我现在协会 我现在focus的地方是 愿没有人做的事情 我们愿意做 也就是说 我们要去做打基础的事 我们从国中开始去找好手 找到好手 然后跟他的家长聊天 商谈之后 让他高中念电竞的科系 然后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直接 就可以直接打职业赛 我们当初喜欢音乐 我们也不是为了要当歌手 当歌星 或者是赚很多钱 你这辈子喜欢游戏 你也改不了 即便是再辛苦 你都会愿意去 追梦的人是个神经病 但是也就是因为 有这些追梦的人 我们的世界才精彩 对啊 古教名师徐薇 一开始也不了解 儿子江大臣 为何要走入电竞产业 之后才全力支持 大臣实验台大电竞系 所以本来是以为 他会想要出国继续審找 只有这个期待 他就一直很喜欢 电玩这个东西 那他也观察到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产业 年轻人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他就决定 告诉我们说 他要走电竞这样 他在大三的时候呢 他就台大电竞队 参加这个 英雄联盟世界大学的比赛 那么那时候我就知道 他投入这个 我也很鼓励 所以他一直都很投入在电竞 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 就去雅虎上班了 雅虎的电竞部门 家长的心态应该是 了解参与孩子们的 嗜好情趣 因为我们不了解 才会感到害怕 我本来也是 我觉得大妈不要害怕 如果孩子决定做电竞产业 不要用你自己 二三十年前 你是年轻人的时候的角度 去看孩子的选择 你应该去了解 你有通论的资讯之后 才不会感到害怕 副刊动新闻 政府和家长加油 报道